蛤 卓榮泰这句话 真的是让我都懵了 来考考大家 这个行政院po出了最新这张图 黄色标注出来 非核家园不是神主牌 那意思是要用核电了吗 好像也没有 他下一句马上接 而是依照现行的环境基本法 政府要依法朝向的目标 到底表达什么 留言告诉我们 我刚才看到这张图我也很讶异 奇怪 你说非核家园不是神主牌 那意思是说可能会来用核电了吗 好像也不是 又说依照现行法律 那你到底要怎么样呢 这句话不只是我懵了 很多网友看了之后也懵了 他到底想表达什么呢 留言告诉我们 另外来关注的是台电董事长曾文生 他释出了好消息 他说在7月的时候 公司税前有了盈余 不过因为前半年税前 仍然是亏损了602亿 前7个月还是亏了500多亿 只是台电7月除了能够赚钱 除了是因为夏季电价这个飙涨之外 主要还是因为台风过境 太阳能发电等等的发电量比较少 让台电少付比较贵的再生能源收购价 其次4月产业的这个电价费率调高 再加上今年景气回温 科技业的产线大好 用电量增加也是赚钱的原因之一了 但是依照往例呢 从10月开始台电又会亏损 所以呢整体看起来 全年仍然是有可能亏损上千亿 所以如果说台电想要这个全年有机会 这个损益两平 政府的千亿补贴势必得过关 否则电价仍然有一成调涨空间 10月的电价势必得要再涨价了 那由于立法院目前还没有同意 这个补贴案 因此台电9月仍然会向这个电价费率审议会 要提报成本 他们要争取10月的电价要反应 要来调升 而经济部长这个郭志辉 他也表态要支持调涨工业电价了 那到底台湾缺不缺电呢 尤其台湾是发展所谓的AI产业 台电董事长曾文森他表示了 将不会供桃园以北用电 在5000千瓦以上的资料中心 对此呢蓝营痛批民进党 因为缺电竟然阻碍产业发展 业界则是几乎政府呢 应该赶快让这个核二核三 继续来启用 不然台湾未来的用电 恐怕不乐观 台湾跳电停电频传 民进党政府却不愿承认缺电 眼看AI产业将会是未来发展重点 台电董事长曾文森却表示 为了减缓输电瓶颈 桃园以北地区已不在核工 5000千瓦以上的资料中心 等于断送了首都圈的AI发展 但以前核一核二都在新北 现在三阶四阶燃气 也分别盖在桃园和基隆 来因痛批 难道北北基桃国民党执政现实 要搞到缺电又没有高科技产业 为什么AI的那种数据中心要设 还会说不准设 就代表说台湾的电有问题 AI的大厂 它也许已经选定的地方要来投资 就是因为台电不准设立 它就离开台湾了 显现出未来台北的电能将会不足 我建议政府和澳和山 应该继续启用 包括核四是不是也考虑能够来继续使用 最近的对载容量常常都降到十以下 这是非常危险的 来总统倚重的童子前多次表态挺核 传出已经让民进党内部焦虑 更担心核能议题没处理好 会让曾经统一阵线的环团人士反弹 甚至还有声音指出 就算要考虑让核二核三演绎 也不能去动到环境基本法 或者气候变迁因应法中的 非核家园字眼 否则就可能会动摇赖清德的2028 现在赖清德总统对外说 非核家园不是民进党的意识心态 请他支持 我们现在栏尾们大家提出来 修环境基本法 把非核改成零碳 这是符合世界的潮流 问题是非核家园之后 我们恐怕迎来是非电家园 以后我们就没电 我们是要学摩登原始人 我们回去烧财 然后烧财来发电 还是我们每一个全民 抬脚踏车来发电 若赖总统真的认为 非核家园不是民进党的意识形态 那要如何没有核能又能达到净零碳牌 政府恐怕得说清楚讲明白 这是张康斯 李俊英泰报道 好那赖清德呢 他最近也表态了 他说这个能源议题 绝对不是简单的反核 或是永和的是非题 那这句话的意思是 有可能要放弃民进党反核的 审主牌了吗 好像也没有 因为如果少了非核家园 他还想审吗 再加上我们最新 这行政院长卓隆泰他又说 这非核家园不是神主牌 诶 此番话搞得民众真的补萨萨 到底想表达什么呢 赖清德这一波操作 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好 先来关注这反核派的大佬 施信明 他说话了 他说这个童子贤跟李远哲的态度 是否带给赖总统压力 好 但是呢 已经造成环团很大的压力了 如果呢 台湾现在在走回头路发展核电 反而不利发展绿能力道 这是环团一致立场 好 繁核派大佬出来说话了 那他说这些话 他想说给谁听呢 他过去曾经跟民进党并肩作战 你讲这段话 是要讲给赖清德听的吗 好 那根据知情人士透露 绿营内部评估 就算啦 此刻要考虑让核二核三研议 不可能去动到环境基本法 或者是气候变迁因应法当中 非核家园的字眼 不然赖总统2028不用省了 对吧 好 那针对这个能源议题 这个赖清德他也做了一个表态 他说所谓的非核家园 并非民进党的意识形态 是朝野共同目标 好 对此呢 时事评论员蓝轩他表示了 如果不是意识形态 那为什么不能公开来讨论 一个政策可以讨论到最好 一定要这样子拖拖拉拉 遮遮掩掩 话讲得不清不白 到最后才要转弯吗 以前林毅雄绝食抗议 现在2024年了 政治还要这样勤了吗 为什么我们的决策 明明在一个理性的讨论之下 你应该要去做修正的 你要这样大飞周章才可以转弯 然后要这样子遮遮掩掩 游抱琵琶瓣遮面 大家要开这个 那么多的政论节目 要讨论这么久说 要不要转弯 好像要转弯 好像不要转弯 我今天要转弯 明天不要转弯 就为什么我们的公共政策讨论 就要到这种地步 为什么那么不干不脆 不明不白 所以我觉得这部分是个民进党 你说所以我就要讲 它叫做反核非核将军 不是你的意识形态吗 如果不是意识形态 就没有道理 不能够公开讨论 就是因为你有一些部分 是情绪上的 有一部分是一些 意识形态上的 甚至是那种不可被 不可被言说的 我甚至觉得是情乐 所以你刚刚问到林毅雄 那时候我们正好在跑新闻 林毅雄在为核四苦刑的时候 那全国的政治有多大的压力 那你说好 他很感人 我们大家都觉得他很感人 但是也就是类似 从这个林毅雄开始 他不只是说在核四苦刑 这部分用他个人的 训道士的精神 来迫使这个政治人物 做出这个政策上的妥协 国会其次国伴 也是他这样的搞来的 问题是我们要这样的被情乐吗 所以从那个之后 我们发现台湾讨论很多政治 我们就是不要再有圣人了 为什么不要再有圣人 因为很多公共认证 是要就事论事的讨论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芦荟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芦荟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芦荟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芦荟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芦荟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前家人 专属你的KS Loyal Care